2003年 一部短片让所有国人泪奔 有人说这是最好的青青片 还有人说没有经历过农村生活的人 看不懂这个电影 故事的主人公叫小花 把她远远甩在身后的女人 是她的沈娘香草 小花是香草公共保住爹收养的孤儿 本和香草没什么关系 但香草嫁给保住多年 仍一无所出 孤儿不免多想 公共收养这个孩子 是不是为了嘲讽他 可长辈毕竟是长辈香草 也不好对保住爹说什么 只能把怒火撒在了小花身上 见到小花拿出鸡窝的鸡蛋 便污蔑她是在偷窃 觉得还不解气 又转身踩烂了小花的风车 小花来到保住家 实属算的意外 还记得那日是个天色未明的清晨 乡间小路上 勺耀村的村民正围着一辆板车 板车里躺着的小姑娘衣衫蓝绿 正是小花 她是村长儿子从村外捡到的 可现在把小姑娘置放在这里 总不是个事 村长问村民们有谁愿意领养这个孩子 这话一出周围人渐渐散开 现在收成不好 谁家愿意多一张吃饭的嘴呢 更何况这还是个女娃 村长见周围人都不想担下这个责任 也无奈地抽起了汗烟 宝珠爹看着这一幕 宝金风霜的脸上写满不忍 最后宝珠爹忠实逃不过内心的良善 起身默默背起小姑娘 勾搂着身体踏上了回家的路 没人知道 这是宝珠爹收养的第二个孤儿 家里多出了个孩子 宝珠和香草不乐意了 她家又不是孤儿院 哪能收养来历不明的女孩 宝珠爹却表示 一切等小姑娘醒来后再说 深夜小姑娘终于悠悠转醒 看到面前陌生的老爷爷 她乌青的脸上涌起惧怕的神色 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动物一样 直往床头缩去 宝珠爹温柔地安抚她的京剧 拿起小女孩随身携带的风车 女孩一把抢过自己的东西 眼中的警惕仍然未消散 宝珠爹忽视这一切 拿来了玉米饼递给小女孩 女孩狼吞虎咽地吃着 终于放下对宝珠爹的戒备 她说自己叫小花 两岁时父母相继去世 前些日子唯一的奶奶也去世了 收养她的人对她非打击吗 爷爷 我丢你别说走 我会洗衣服 会说饭 会干很多的活 小花哭得可怜兮兮 彻底破开了宝珠爹的心房 她哪里还能不答应呢 可收养小女孩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其中最不满的便是香草 她嫁给宝珠多年 两个人一直没有个一男伴女 想孩子都想吃了 终于什么也不做 只对着墙上的画报发呆 似乎多看几眼就能看出一个孩子 这下又来了个孤女小花 可不是只往她心窝子上戳吗 于是她对着宝珠发起了火 你跟我弟还啥 有本事你把她弄走 香草怒气上头直接断来一盆水 泼在了宝珠身上 村民们围观这场笑话 纷纷只觉得有趣得很 小花看出了沈娘对自己的意见 色缩在爷爷身边 自此以后形势越发乖巧了 小花跟着爷爷去赶鸭子 那架势比宝珠爹还得心应手 宝珠爹越看着孩子越喜欢 给他编一个油菜花环 带在了他的头上 这还不够 不日后宝珠爹带着小花去赶鸡 看着他破出两个洞的鞋子 他拿出了所有的钱 给小花买了双心鞋 谁知小花却舍不得穿 邻居看着这董事的丫头感叹道 这话真招人疼 你说香草这个肚子 咋在哪个洞子呢 这好的娃还生啥呢 这话传到了香草耳朵里 可不是什么好话 他寝食难安辗转反复 越发觉得小花就是扎在心里的一根刺 于是次日天一亮 他就拉着小花走出了家门 要把他送出去 小花挣扎着不想走呼唤着爷爷 救救你别让我走 我要等爷爷回来 没能送走小花香草越想越起 一有机会他就狠狠瞪着小花 吓得小花饭也不敢吃 保住爹看在眼里 心里有了个想法 他和儿子儿媳分了家 可小花另起炉灶 小花干劲十足地帮爷爷搬砖 用脏兮兮的小手擦去他额头上的汗珠 爷爷 以后我给你做饭 我护的土豆可好吃了 这日爷爷去外面忙了 小花拿着风车在院子里玩耍 此时老母鸡咯咯几声 小花好奇地探头望去 见母鸡出窝之后 她跑上前从中拿出两个鸡蛋 这个女孩从鸡窝中掏出两个蛋 对着阳光照了起来 慢慢地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女人 香草一把打掉小花手里的鸡蛋 做完这些香草仍旧不解气 转身对着小花的风车一顿狂踩 风车是奶奶的遗物 小花边痛哭流涕边求沈娘助手 见女孩哭得狼狈 香草也自觉没趣而便离开了 等爷爷打完猪草回来 小花委屈地扑进他怀里 手里还握着被踩烂的风车 保住爹心里难受怜爱道 说完他从篓子里给小花拿了几个果子 终于引得小花破体微笑 很快新风车就做好了 保住爹还在上面贴了几多小花 心理上的爱能得到满足 但是物质上仍有缺失 保住爹买不起女孩的衣服 小花只能穿爷爷灰扑扑的不一 同村的小女孩看到了 嘲笑她是个小老头 小花听着这些话默默低下了头 这日保住杀了一只鸡 她是个孝顺人 看着父亲带来个孤女 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给父亲送去了一碗鸡肉 小花看着桌上的鸡肉和白面馒头 伸出手在菜上面点了点 接着放进自己的嘴中 回味着嘴里的鲜美 她没有鲜吃 而是等到了爷爷回来 次日香草娘来了 她是夜猫子进宅无视不来 前些日子香草托她给小花找人家的事 已经有了着落 此时小花还不知道沈娘要将自己送走 正在喂兔子 见到沈娘主动和自己说话 她有些惧怕 香草和颜悦色 坐过自行车没 想不想坐呀 小花不敢和香草出门 但是实在抵挡不住自行车的诱惑 她坐在自行车后座 举起爷爷坐的风车 风车支呀的转 小花甜甜的笑 接着香草把小花送到了一户人家 几个大人简单交接一下后 便完成了这项领养事业 香草扔下小花正准备离开 小花想要追上去 却被香草娘一把拦住了 小花哭叫着沈娘一口咬在了香草娘手背上 接着痛哭流涕地追了出去 这个女孩一边跑一边哀求 抓住女人的自行车后座 香草一边骑车一边平平后骨 一不小心就摔在了草地上 小花过去替她把自行车挪开 这次送养风波便也有此作罢 夜晚 保住爹看着睡觉还在不安的小花 脸上充满疼惜 与此同时一夜未眠的还有村长 次日她便给保住爹送了白米面补贴 隔壁的邻居心疼小花 也给小花送来了花衣服 在这个贫穷的村落 人的心却溢满了热情 虽然沈子不待见自己 小花还是想对有什么好东西都送给她 爸 你不恨沈娘吗 沈娘不是坏人 那天她没有把我给二代 她把热乎的锅贴装盘 带好村长给的白米面 进了保住的家门 保住夫妻一时间都很动怒 人心都是肉掌的 这天小花在搬玉米 保住看到了 破天荒跟她说了话 小花别干了 出去玩吧行 小花高兴得不行 一路蹬蹬蹬狂跑着去告诉爷爷这件事 摔倒了破了手心也不觉得疼 保住爹看着小花手上的血迹 也为孩子的赤子之心动了 祖孙俩去山上砍柴 小花问爷爷山后面是什么 智嫩的誓言一旦学下 便不会再轻易收回 小花聪明好学跟着村里的孩子学了几次 就认识了很多字 保住爹看着也很欣慰 他打算再多编一些笼子 来年开春就送小花上学 虽然保住对小花的态度有了转变 但是并不赞成送她去上学 是个女娃还不是自己家的 给口吃就行了 还送着上什么学呢 好在小花很是争气 他读书奋发每次都考第一 邻居们都很羡慕保住爹有这么的孙女 保住媳妇在屋内听到小花对爷爷抱歉 也开始不由自主为他高兴 然而下一秒笑容就消失了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自己的 那该多好啊 自从有了小花小花又要上学 保住爹的负担开始加重 这日他照常出门割柳条 回来十天却下起了暴雨 等小花找到他时 他已经晕倒在了大雨天 随后村民们把保住爹抬回了家 小花在床头哭成了一个泪人 周围的人看着这一幕 都无比唏嘘 或漠然或落泪 好在最后爷爷还是醒来了 爷孙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夜回去之后 村长抽了一碗的汗烟 他作为村长不能以身作则 而保住爹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老人 却实实在在做了一回人 这天小花在院子里写作业 保住要出门去抓药 香草叫住他 要他给自己也带点生孩子的药 而且他不知道从哪听来了偏方 说一次吃一百只蚂蚱有助于怀孕 保住嗤之以鼻 叫他别做妖狼 可小花却记在了心里 每次上学时都会带一个瓶子 等到放学后就在草地上抓蚂蚱 这日小花照常放学 却听到香草的房里传来惨叫声 他走进去一看只见沈娘坐在地上 脚底烫出了个大水泡药丸也碎 小花赶紧去扶人 却被香草一把推倒 手也被挽得碎片扎破了 虽然很疼小花并没有在意 而是去找邻居帮忙 邻居边给香草包扎边开导他 听到这番话 香草这次并没有跳脚 而是流露出些许腥味 路上的蚂蚱已经捉完 小花不得已跑去隔壁山上 所以这日回家十天已经黑了 宝珠爹在门口焦急地躲着补 生怕孙女出了什么事 看到小花回来 气急之下以为她逃客 小花委屈巴巴地为自己辩解 我没有不听话 沈娘说吃了蚂蚱 可能生小弟弟 之后 她把捉来的蚂蚱送给了沈娘 香草看着桌上的瓶瓶罐罐 忍不住潸然泪下 她终于放下了心结 次日宝珠难得的宰鸡 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小花看着满桌子的菜 不住地咽着口水 香草在小花碗里放了个鸡腿 为之前的事向她道歉 还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风车作为补偿 村里人知道宝珠家不富裕 打算共同抚养小花 有米的出米 有鸡蛋的送鸡蛋 有钱的给钱 满当当的热情在前 村长道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 原来宝珠也是宝珠爹捡来的 宝珠爹爹为了宝珠和小花这两个孤儿 没有生儿育女 耗费了自己的一生 说完 宝珠和香草扑通一身跪下 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故事的最后 小花考上了大学 四年后她返回了家乡 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她被这一方涂水一方爱养育长大 长大后 她选择了用相同的爱 去回馈更多当年和她一样的人 这是一部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陌生的电影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她并不完美 甚至略微强行煽情 但是这部电影传达出的古朴真挚的情感 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 缺失的侵权 这部电影传达出的